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大家休假愉快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在看我的节目的 在跟上我们操作的朋友 在休假的时候 心情都非常的轻松 但是要非常的轻松 你操作一定要非常的顺势 你操作一定要非常的 让大家感觉舒服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两天大家很努力 这周大家也很努力 我想先请问该位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17346 跌到这里的时候跌了1199点 这叫17346 跌到这里跌了1221点 那么从这里跌到今天 还有940点左右的空间 等于说你还套牢940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今天真的愉快 你今天真的快乐吗 而且看起来局势好像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 大家都说这两天 我看你们做多了 我是好开心 那么我们不能说做多 我也做多 我也要知道怎么去做多 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一路涨上来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里一路涨上来的时候 当然是要做多 每天都客气你看 七十八十就给你 一百块就给你买了 对不对 其实1495就叫你买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当然是要做多嘛 对吧 这地方一定要做多嘛 但是这里呢 今天来国庆日 老实跟各位讲一件事 我觉得其他节目都没有像我讲这么多真话 我真的是真心跟各位交朋友 真心想要帮大家跟你讲真话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国庆日想要快乐 今天想要开心最好的方法 我告诉你一件事 今天也不用跟我争论了 你就在161块的时候 把伪创给他卖掉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快乐啊 然后出去台湾国外 随便你怎么玩 你看你要去美国去泰国去日本 随便你去旅游 这个时候把他卖掉 是不是最快乐啊 那你为什么没卖掉 因为有人叫你不要卖啊 因为有人叫你继续加码 因为你自己也觉得说我卖掉 说实话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想到一件事 这跟当年海运股有什么不一样啊 10个人当中有6个人在买 伪创 伪影 广达 音业达 这些股票耶 那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今天我讲这句话 是不是最大的实话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问你一件事啊 那这是最快乐的嘛 你后面要不要跟着我做 我坦白说一件事情耶 我带你们做这些喔 我自己很累耶 因为老师啊 农券怎么放啊 老师啊去哪边开户 连这种问题都会问我啊 我说你去问营业员好不好 老师啊放农券会不会很紧张啊 我说顺势操作会怎么紧张 老师全市场都还在喊多 你一个人说这几只股票要放下来 各位啊 当然啦 做到的人基本上会很开心啊 有的人做不到不到一只 我老师就给我落跑的也很多啊 我老实跟你讲 但是现在怎么办 我问你一件事 现在你开心吗 一样的道理嘛 如果你从这里啊 尾创一直到低点啊 96.7吧 我今天要跟你讲尾创要怎么做啊 我第一个回补点在尾创 96 97点多的位置啊 那么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呢 你今天学到了啦 看到没有 来 把字拉下来 看到没有 这里出现一个背离的状况 跌破的时候出现一个背离的状况 这里会反弹 所以这一波呢 你可以利用背离的方式 虽然而且 它背离会发生的点 一定在即限准备下弯的当下 一定在即限准备下弯的当下 会出现一波反弹 看到没有 这里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行情里面 特别是高点过了 高点过了 不管你是台积电 不管你是伪创 不管你是什么 音乐达 是不是一样 来看一下 出现一个所谓的 类似背离 这个还没有不到背离 所以你要弹得比较少 这个也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背离 弹得最少 所以这些股票 要怎么来回操作 还有哪一些可以 哪些可能 因为来回操作 你必须要有空间 你知道没有 来回操作 你必须要有空间 你要是没有空间的话 基本上也不用谈得太多 所以我今天话跟各位讲得很明白 我直接跟你讲一件事 今天很多人说 那个什么伪创 不要听那个黄敬泽讲说 他会放空 我黄敬泽是不要跟你做多鬼吗 你摸着你的良心讲 有人说 那个违影不要听黄敬泽讲 他会放空 废话我当然会放空 你会吃饭会不会去上厕所 讲白一点好了好不好 你就猛吃猛吃 吃到最后变成一个大胖猪 我会吃我也会去运动减肥 一样的道理 股票市场会涨就会跌 有什么不对的 你告诉我 你今天来找我 我现在直接话跟你说的明白 各位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思考 我是今天听到人家讲 我真的是有点觉得说 你们听清楚我知道哪里要空 知不知道哪里要卖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伪创你就准备给我卖 最好跨完 最好今天你就卖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话跟你说明白 卖了之后可不可以空 当然可以空这段也可以赚钱 空了之后可不可以 补了之后也可以涨上去 卖了之后可不可以空 还是可以空下来 买了之后还会不会再涨 可以啊 一直等到什么 等到他最后的时候决定 是不是要大涨或大跌嘛 不是又是这样子吗 我们先讲第一步嘛 那我问你一件事 你到现在为止 至少套60元 我从最高点到低点的时候 至少是赚64块钱 请问一下谁赢啊 股票市场你要跟的是赢家 不是跟着 谁到底是谁在打嘴炮 说什么这个季线下弯 对股价没有影响 我真的很想讲一句话 那季线往上的时候 对股价也不会有影响才对啊 股价市场你要回头去想 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 不要再东听西听了 真正该寻找这种 所谓来回操作的人 我想我已经给你证明了 伪创伪影 我有办法给你做多 也有办法给你做空的话 将来来回操 你现在已经差六十几块了 有的人还加码了好几次 差一百多块 我不要算太多好了 一块算一万好不好 算十张 一百多万的很多啊 我今天直接告诉你 我们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我有特别的助理来帮你 好不好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不是那个阿Q牌老师啊 阿Q牌老师现在有两种啊 一种呢 伪创伪影一定会创新高 我现在问你一项事情好了啦 2330的台积电 你先帮我喊创新高好不好 我觉得你可以拯救更多人 这就拗了嘛 死拗活拗硬拗嘛 每天买每天买嘛 你买的要来回操作啊 将来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一段也可以来回操作啊 只要你懂得在这个组线上面卖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好像 好像微影正在走这一段 不是 伪创正在走这一段 我不是用阿Q牌老师 阿Q牌老师每天就 哎呀 跟你讲啊 这个 这股票明天 那个伪创 微影什么 音乐达明天就涨上去 AI无虎就涨上去 第二种阿Q咧 反正每天都有股票涨上来嘛 对不对 每天都有股票涨上来 讲内支就好了啊 每天都有股票涨上来 讲内支就好了啊 哎 你不打听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谁盘中的时候跟你讲的啊 啊 你不打听一下好不好 这是昨天谁股市现场跟你说的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呢 从大环境 我先直接讲一件事 大环境 休假这几天风险很多 如果你在这边史作多的话 我告诉你一件事 还是一个字在堵嘛 万一又堵到这四支怎么办 哎 说不定我对啊 你讲你对我说 我又不跟你辩论了啊 说不定我对啊 从这里再往下跌四支 有没有可能 谁说不可能 那不然这边怎么会跌 三支可不可以 那让你一支可不可以 我问你啊 他有本事谈上来 就有本事再回来嘛 同不同意啊 我们等一下来讲嘛 你老师说一定不会跌啊 这边就输了嘛 还讲什么那么多废话 前面大家一样嘛 这边就输了嘛 他现在还是跟你讲不会跌嘛 跟这天一样嘛 所以那叫阿Q牌老师好吗 各位啊 阿Q牌老师是不会告诉你 这个行情里面 注意哦 这个礼拜二会出现一个 超级无敌大 是礼拜二吧 超级无敌大低点 就前天嘛 礼拜三啊 那个时候日本收最低 注意哦 我们今天有两件事 要跟各位讲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 跟十月 这个这天是几号 三天前 我就不记得日记了 没关系 反正就是要 这个时候 大家拉长红的这天 说什么 美国股市可以开门啊 美国国会可以开门那天 我跟你讲 这根K棒是假的啊 基本上框框跌下来 而且那两天跌下来的时候 德国 欧洲 法国 日本 韩国 香港 道雄全部创新低 对吧 就是我们是唯一帮你看对的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大盘的来回操作 我知道怎么做 甚至在这个地方 我也跟你讲说 就是金融股去互盘了嘛 各位看到没有 金融股互盘 你们老师说金融股互盘 我也相信啦 但是呢 我只这么讲一件事情啦 你说老师 但是金融股互盘 今天是10月10号耶 今天10月10号耶 互到今天有没有可以 当然可以啦 第一个 光辉10月嘛 对不对 怎么不能太难看 第二个 刚好10号之后 营收全部公布嘛 所以9月份的时候 刚好苹果也有给我们单子 辉达也有给我们单子 所以9月份的营收 还没有公布以前 那么大家都有希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一公布下来的时候 本来大家都有希望 结果收盘才公布 这些睡起来 继续就 等一下再订 没关系 在这在这 收盘之后 第一个公布的叫做台积电 9月份比上个月少了4.4% 比去年同期少了13.4% 他一向是在收完盘之后 一点半正式给你公布 要要想啊 台币还涨了多少 台币这个月还涨了接近1.2% 台币1%大概等于台积电毛利3% 所以这个表现其实是 满糟糕的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就我分析师的立场 这表现满糟糕的 因为台币贬值 台积电应该会往上啊 所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啊 你觉得这样很稳吗 你觉得这样很稳吗 我们不是怎么看 你好像觉得说我们看空是看到 看到9000点看到8000点 不是 我们是认为这个地方还不是低点吗 我们认为说这地方还不是低点吗 所以接下来你要来回操作 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 你觉不觉得这几支股票 你觉不觉得这几支股票 接下来要来回操作啦 你觉不觉得你的 你觉得你的伪创 我们就拿伪创来讲 会创新高 让你拍拍手放烟火 等一下我们探讨这个机会的可能性 还是我讲来回操作 你如果想要双倍操作可以哦 我这个要让你双倍操作 上面给你空 下面给你补 补了之后要不要翻多问你哦 说不定我这边叫你空20张 补10张 不是补10张 补掉之后做多10张 因为假如跌的比例比较高 会抓一点比例出来 所以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 你还找我 我还是告诉你 我还不是那个天天买天天买天天买 反正我现在告诉你一句话 天天买是不会过关的啦 哇 第一段这样就讲完了 国庆子怎么那么快 注意哦 除了刚才提到的 那么我们看到台积电 营收其实是不好的 现在直接跟你讲是不好的状况 那台积电不好 你就第一个先看一下 废人办理会不会好 废人办哪里 季线下弯 谈这样你觉得真的叫做重新反转 我还真的看不出来你从哪个角度上面看的 OK 好 然后这个东西是有底部的 哇 老师买这支恐慌指数 看到没有 台积电这个样子 我们等一下再讲别的 所以我认为融资又这么高 然后又长成这样三角形 我说真的一件事 这个户半天 顶多也只能在那边户一户 最后可能还是要掉下去一下 把融资全部清洗掉 然后探出真正的低点 台积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当然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今天是伪创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不管是下礼拜我们见面的第一天 或是最好就今天 因为这中间隔太多天了 就算你拆对一天 我也不觉得你会赢我 135.5 这里可以做空 这里可以补下来翻多 因为这里有背离 然后翻多上去 这里卖掉 顺便也许还可以继续做空 跟我来回操作 我想我今天来先告诉你这句话 其他的我觉得都在跟你打嘴炮 现在讲白了 只有这句话是真的 只有这句话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 欢迎各位想办法跟上来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我们等您电话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第一大同步黄老师 双十国际 祝贺您十全十美 短天期的优惠帮您过好年 短天期的优惠帮您过好年 立刻拨通02 27810909 27810909 RSI 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同步 02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黄老师 双十国庆 祝贺您十全十美 短天期的优惠帮您过好年 短天期的优惠帮您过好年 立刻拨通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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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像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笑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雾后沟 屋底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拆原除水桶 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那么这个礼拜 就我的立场而言 被没收了一个低点 那谁没收的 应该指的叫做金控公司 因为金控公司底下 各位看一下这里 就应该可以很明白 因为这两天当中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金融股竟然涨得比 电子股还涨得多 那表示怎样 金控公司在维持十月份 它可以看得见的绩效 因为除了他们以外 他们也发行ETF 投信是金控公司管的 投顾不是 有些投顾是 有些投顾不是 所以我认为这个16202 这已经全世界都已经破低了 这个地方全世界都破低了 竟然会出现一个16203 把它给锁住 你各位看一下 当天是所有的股票 通通都破了低点 找个日经给你看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 当天是所有股票都破了低点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这天了 继续看好了 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的确被没收了一个低点掉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留意一个状况 基本上被没收了一个低点 两个低点 基本上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没收 基本上它没收 美国股市假如上不来 日本股市假如上不来 那其实说真的一件事 你也是拿到没皮条 好啊 守得住 你也要来回操作吧 你守得住 守得住真的能够攻上去吗 我等一下讲这个道理给你听好不好 来注意哦 这个东西 全市场可能只有我会 如果你把这个指标改成RSI 可能更准 RSI九大要领 你大家有听我讲过 这是个标准的背离状态 但是各位注意哦 这个指标的力道到这边 已经用到快没有了 它的背离弹上来 现在已经开始往下弯 表示它的力道快没有了 表示这个季线是有效的 我是这样讲啊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老师有说 不要听我讲 随便随便 我没意见好不好 来注意 台积电不要听我讲 我跟你讲说台积电560块这个地方 季线已经下弯了 而且如果你台积电要来回操作在这一段 这一段完了之后 可不但是要这一段 而且还是属于季线下弯 碰到季线要偏空 有没有发现啊 然后现在又出现一个三角形 假设你空在台积电 这里是应该是557啊 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是赚钱哦 如果礼拜一的时候往下开 那不得了 连费人办到你 台积电这么大一天 2593亿的营收 我怎么怕死人 那你看 你没有发觉啊 伪创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现在跟台积电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这样画给你看 你还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好不好 你是要听你们老师用一张嘴巴讲 没有问题 基本面好没问题 那个AI在 AI如果碰到伪创就一定大涨 碰到台积电一定跌 这什么理论啊 碰到季线呢 碰到伪创都没问题 碰到大盘就会跌下去 这9月7号我在股市现场讲的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基本上现在 我们从这里讲起来比较清楚啦 OK 来从这个 没有带出来 来3706的神达 各位注意哦 神达各位现在扣底到什么位置去了 来 这些都是 这是电脑资料 你看清楚啊 来这是60日电脑资料 怎么打不掉 简单讲 来看一下 好看到了没有 这里有个三角形很大吧 这天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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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是连续三根涨停板了 所以他现在扣底就直接的往上低 第一个就要10%了 所以他也要涨停 涨停 涨停 才能够化解这里面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因为你要把这条季线防止他下弯 唯一的办法就是涨停 涨停 再涨停 就是跟他一模一样嘛 那我的季线才不会有扣底值啊 你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算九月份 除非他九月份营收公布啊 成长三十 十倍好不好 你觉得可能性有吗 一样的道理啊 来现在扣底在这里啊 各位不要忘记了 以前所以前长的 以前种的因现在结的果啊 现在这个季线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这个扣底本身的现象啊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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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涨停 休息 涨停 再涨停 看到没有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少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啊 你忘记了 现在季线为什么会这么弱 是因为当时的月线 当时你在标 最后这段涨停板的时候太强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这要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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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现在喊五个涨停给你听 所以只有这种状况才可以冲过161耶 你帮我看看这个机会有多少 你帮我看看 涨停嘛 休息三天 再涨停 涨停 可以吧 好 我给你这样的机会好不好 一样的道理嘛 在这里嘛 NVD在这里啊 还有光宝科咧 光宝科我觉得 如果你有光宝科 我们换 尾创的距离比较大 尾创的人气比较好 不然的话 没有人气你要来回操作 你很难做好不好 我还是这样告诉你啦 那你真的懂的 你真的有兴趣的 你就来找我 我就是这么告诉你 不然光宝科这个 你看光宝科今天真的是 真的是最弱啊 连弹了一下下都没有啊 所以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嘛 一个股票可以做多 一个股票又可以叫你说卖 然后 我跟你讲说会回党 还可以带你做空 你不来找我 你要找谁 我没有办法 我完全没有办法啦 做回家只能这样 死报活报吗 如果你死报活报的话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万一有什么 万一它一路一直跌的话 那你可能麻烦就很大了 顺便跟各位讲几件事情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 现在各位一定要面对的 各位注意 这个油价的下跌呢 可能别的老师不会告诉你 我看了之后我吓得 吓一大跳 因为它还是缺口啊 一口气跌了多少 跌10% 这一天在做的时候 布兰特原油啊 那么油国是在减产的 你知道没有 它是减产的状况 竟然是跌啊 所以在这一下 各位还记不记得 人保的许胜雄先生 跟各位讲什么 讲说景气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听我讲这句话哦 景气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哦 再加上第二件事情啊 这个人很少在卖股票的 每个人现在都知道 他叫库克 苹果卖股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说老师苹果卖股票不一定会跌 那你问他啊 问他啊 他卖了股票之后呢 从那个五百零几块钱 一路往下跌到现在 还不算真的谈上来 各位看到 那张法去哪里啊 在这里音乐啦 英伟达 来 英伟达现在也是碰到什么 这条线怎么念 给我念一次 季线 来背起来了吧 是不是开始进入下弯 扣底什么 扣底当时六月份最强的 从四百三个扣底到五百 所以他当然不需要像我们一天涨十% 那时候我们台湾比他们疯狂 但是他一天至少要给我涨三% 大家以为昨天涨一%搞定了 错 对不起 昨天涨一%的时候季线正式下弯 因为他隔一天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涨了三% 能不能理解 他现在那么已经进入下弯了 因为昨天收盤是四百四十六 小于四百五十点三啊 如果今天又涨一点点 那这里又再多一点点 这里一定多啦 这里一定要赶上去 知道吗 因为这里是一路向上扣 跟这个一样 这一路向上扣 所以这几天不但 如果你今天要觉得别的老师会对 包括他在内都必须要大涨特涨 我认为他可能也是来回操作而已 想过高 我觉得困难度还是非常大 还有一件事 大家说刚才那张图呢 黄仁勋要去访问鸿海 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老师怎么会这样子讲呢 哎呀 各位你不要那么善良老百姓好不好 各位还记不记得啊 当初做NB的年代 要讲那么快吗 当初做NB的年代 那么本来广达做得好好的 还是古王啊 还记不记得啊 后来鸿海来帮你代工了之后 鸿海涨上去 广达就掉下来了 而且鸿海那个时候还不算真的涨上去 因为他是代工那个手机才涨上去 鸿海一进入 代工价格变鸿海 没听过吗 如果他真的去给他站台的话 我告诉你一件事 光鸿海一个人的产能啊 我们今天列的那些名字啊 好直接讲啊 尾创 尾影什么 音乐达 广达这些 不跟广达啦 尾创 尾影 音乐达 连技嘉有没有代工都不知道了 他一定会低价杀嘛 不然他干嘛去 站在他立场你代工越便宜越好啊 我讲的这是不是基本面 不是那边给你拗嘛 没关系不然你就继续做多 看你会不会比较阿Q 阿Q人 阿Q的做法就选到阿Q老师好不好 欢迎各位想办法 这集当股票直接面对面 我就是持球对决 我才不跟你落弯呢 尾创 尾影 音乐达 那么这些所谓AI无虎来找我 来回操作才是你 这下来积蓄最重要的事情 把你的问题直接交给我 把你的问题 你要直接来做一个面对 咱们放假完之后见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实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请拨打 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最大头部黄老师 双十国际 祝贺您十全十美 短天起的优惠 帮您过好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